小孩滿月令你最開心的是其中之一呢 就是又有吃不完的蛋糕囉 我要吃早餐 今天是2019年的4月18號 我真的很佩服他從月中一回來之後 還可以再吃二十幾天的月子餐 馬上不是給你吃的 是給媽媽吃的 媽媽要餵母奶 超營養 好嗎 OK 那另外我們要來揭曉一下蛋糕裡面 最後是用哪一張照片 答案揭曉呢 大家最多選的就是這一張 文千小豬 然後背面呢 還有一些可愛的設計 我覺得蠻不錯的 蛋糕本人長這樣 超好吃 所以記得去看一下你到底有沒有中獎 送你蛋糕 YouTube跟Facebook都會有 好 姊姊你在做什麼 我在畫畫 這是一個大巨人想要把這個人吃掉 然後就吃掉 你有看到他的眼睛都低下 有看到嗎 嗯 有耶 所以 這是十分鐘前 我給欣欣一盒比 他自己開始畫畫的樣子 今天影片我想要來談一下創意 身為兩個孩子的爸 我又是做這方面的工作 基本上我最常碰到的情況 就是會面臨沒有創意的時候 不知道要寫什麼歌 影片不知道要拍什麼 整個腦袋好像創意力枯竭 我們都知道孩子天生就有絕佳的創造力 對所有事情他們都充滿好奇心 那身為大人跟小孩 在面對創意到底有什麼不同 我有三個從孩子身上學到的原則 想要跟你們分享 希望也會對你們有幫助 第一個原則是 創意需要行動 要去做才會有 如果你給孩子一支蠟筆 基本上不用告訴他們要做什麼 他們自己就會拿起紙開始做畫 今天換成給大人蠟筆 我們可能會思考很久很久 不知道畫什麼 最後你可能連筆都不會動一下 我以前認為創意應該是要經過周全的考慮 把每一個細節都想清楚之後 你才去執行 但實際上的結果是 我常常想的太多 但做的太少 其實你不用等到100分了才決定行動 有更多的事情是你去做了以後才會學到的 所以如果你有個idea 不論它是60分80分 最重要的是你要開始行動 才會讓你學到更多想法 然後試著去把事情做到更好 所以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原則 不要怕犯錯 當我開始去執行一個想法 我一定會覺得 做一做好像哪裡怪怪的 或者事情根本沒有照著你想像的走 讓我告訴你一件事 當你今天要嘗試一件新的事物 本來就會碰到很多未知的挑戰 也有可能會讓你犯錯 但如果因為害怕犯錯 而讓你變得不願意嘗試 那你可能永遠都沒有辦法走出一個自己的路 我女兒在家裡面如果遇到一件她不知道的事情 你們猜她會怎麼做 她會用猜的 我不是說用猜的就等於有創意 但是孩子比大人更不害怕犯錯 所以我們都應該要把錯誤當成最好的老師 你學到其中的教訓 才有可能迎接下一個成功 最後一個原則就是 多觀察身邊的事物 如果你對於創意發想 常常覺得自己想到的答案大概就是那幾個 觀察絕對是活化你自己的腦袋最好的方式 所有的孩子真的都是天生的觀察家 有一次我女兒在家問我 爸爸葉子跟車子要怎麼畫 我的腦袋裡面馬上出現這兩樣東西 就在我有點敷衍的畫完之後 她反過來追問我 還有別種葉子嗎? 這不是我要的葉子 這件事情真的讓我記到現在 因為創意的本身是千變萬化的 但是在我們長大的過程中 我們的思想僵化到 只會告訴我們一種答案 所以記得觀察絕對能夠幫助你有更多 更多想法上面的提升 哇你怎麼畫這麼多東西了 這些是什麼? 這個是粉色的超低 這是影韻地 這是大大的巨人壓的噴噴指甲 這個是一隻兔子 然後這一些是我畫的這一條線 然後這是我畫的小幻牛子 你感覺對你的畫作很滿意 所以這大概就是給孩子一個小時的時間 他就可以在浴室裡面完成的作品 記得永遠向孩子學習創意 因為他們才是天生的創造家 那我們最後就請畢卡索 來跟大家說掰掰囉 掰掰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喜歡並於分享 還沒有訂閱的人 很快訂閱喔 謝謝收看